那俄乌战争给我们带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中国人现在不消灭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会成为人类上有史以来两个最大牺牲品 经济上的大萧条之后的 中国人人吃人的社会长期的 不是五年不是十年 是N年都无法恢复的 缺粮食缺生存条件 根本不可能有政府 无政府状态 军法主义没有军法了 只有流氓 经济上 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还会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你 不可能你是战后的美国 什么你成为霸权 因为现代的军事科技军事力量 美国和欧洲人打共产党 就像今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丢人现眼一样 是你拿菜刀的人挑战一个 拿着红外线瞄准镜枪的人在挑战 最后中国人会死很多很多人 而中国人会在全世界上成为什么 美国最黑暗的历史 我认为不是黑奴 我认为美国最黑暗的历史让你不知道了 也是很多人忽视掉的 这是美国的仇恶的历史 当年的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集中营发生的事情 日桥在美国的事情是美国的指路 我担心的事情 海外的中国人就会遭受到印尼排华 在美国的日桥的下场 中国的社会会发生人吃人 你就不用想 如果你不相信 咱们走着看